今天1月18日,故事的标题叫禁烟 对应的事件是1965年1月18日 美国政府规定在烟河上必须印上警告标签 这是政府限制吸烟的第一步 两年之后,联邦通讯委员会还下令 电视台和广播电台要提供免费时段播放禁烟的公益广告 那么到了1971年 全国还禁止了电视台和电台的香烟广告 七一点注意 那么这个烟就是香烟 不是之前的鸦片 美国1965年的吸烟率是42.4% 经过50年的努力 2014年吸烟率降到18% 这点实际是非常直观的 是从好莱坞电影里头就可以感知到 之前的早期四五十年代的黑白片里头 基本上男女啊 都是特别是男女的抽烟 基本上这个这个非常非常普遍啊 你如果哪个角色不抽烟 只能说明他穷啊 后来呢 慢慢的吸烟才逐渐减少 到后来甚至于就很少出现了 除非是年代要求 你比如说就拍的就是四五十年代 那会老前时代的 那么大家都抽烟啊 那不得不抽啊 或者咋地啊 那吸烟这个事情呢 二手言也是在后来 这个是44年 注意啊 44年美国卫生总署 发表了一份吸烟会引发癌症 和其他疾病的这个报告书 也就是说44年 人们终于确认了吸烟和某一些疾病的 确切的病理和这个病理的关系 那到了六五年 也就是说将近二十年之后 才开始正式禁烟 这个民主政府 他也是经过长期的纠着 但这一切切的开始在哪呢 这故事里头告诉我们 实际上是一直早在了 1492年 是哥伦布 哥伦布经过71天的航行 横穿大西洋来到了美洲 也就是他当时呢 他登陆的地点呢 是被圣被定义为圣萨尔瓦多岛 根据他当时的航海日志呢 岛上的人们送给他们水果木枪 和一些发出特殊香气的干叶子 他把水果吃光啊 不知道那些叶有什么用 就随意扔在了甲板上 然后呢 继续航行 航行到古巴 派了两个水手 一个叫罗德里哥 一个叫卢卡斯 就是就是那个卢卡斯 上岸去打探消息 两个人上岸 结果发现当地人用大片的这个棕榈叶 有的呢 又是用这个玉米叶裹着他们原先收到的黄色的干叶子 卷成枪筒的样子 一端点燃 用嘴吸另外一端 然后从嘴巴和鼻子吐出一圈圈的烟 哎 这一下子 罗德里哥呢 是尝试了吸了一口 啊 搞了半天 之前收到的呢 礼物是烟草 是 也就是说美洲人最早知道烟草 就是很多都是咖啡啊 包括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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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烟草啊 还有其他的都是美洲的原生的产物 但也就是土人才发现包括可卡叶 也是叫叫可卡叶 那会没有化学提纯啊 技术 这些叫可卡叶也能够从里头吸收一些可卡因 那就是呃 这叫毒品吧 现在叫软毒品啊 之前就只要只要不把变成海洛因 这算是算是啥呢 呃 这个呃 骨骨骨剪吧 反正那种吧啊 OK好 那罗德里哥呢 是算是欧洲第一个吸烟的人 而且立刻就吸上瘾了 这个他为啥吸上瘾 这是另外一个故事不深究 但是呢 他回到西班牙之后呢 当着众人的面呢 表演吸烟 结果别人呢 觉得他这个呃 从鼻子里还能喷出浓烟 觉得他是呃 好像是在搞什么邪术 把他关 抓起来 关进大牢 这 结果就是 第一个吸烟上瘾的人呢 就因为他表演当众吸烟 被关了七年 而当他出狱的时候 发现人人都学会了吸烟 很多医生甚至把吸烟当作神药 认为可以治百病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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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禁烟 从人类开始吸烟到禁烟 啊 搞清楚 这都是发生在 发生在 工业化时代的这个 叫现代国家 而且那种原始社会里头的这个部落呢 他因为没有烟草工业的存在 而吸烟呢 你虽然是上瘾 但是因为他完全是靠自然采摘 你也不就是说穿了 你没办法 让这个上瘾啊 吸烟这个戒烟 大家知道戒烟是能戒掉的啊 不像那些毒品很难戒掉 烟是能戒掉的 但是你是靠自然采摘的情况下 产量非常稀少 有可能只有那些大的祭祀啊 还有什么酋长才能够用 普通人不可能在日常里头很低的成本 长期保有这种 可以维持你这个烟影的这种 这种香烟的这个量 只有到了工业化社会啊 这个 那么接着这个包括香烟的这个 香烟的这个厂商啊 就跟那个石油啊 什么就反正 这种东西一旦产业 一旦工业化产业化 它香烟酒啊 就是反正能让人上瘾的东西 它一定就是非常非常好的商品 之前有故事也介绍过 什么样的商品能让你发大财呢 首先它是便宜 普通人买得起 其次呢 它是要接连不断的买 也就是说这个东西不是说你 尝一次以后再也不想尝了 而是说你尝了一次之后呢 上了瘾 甚至于天天 恨不能天天都要用它 那就会天天产生 重复不断的购买 那么只有这种小额 重复不断的购买 才会给这厂商带来 源源不断的财富 香烟恰恰是 其中一种最经典的 最经典的这个商品 所以它会对整个社会产生 巨大的影响 那么当然它长期积累之后 对每个吸烟的人的这个 身体的损伤 也是也是确切的之后 那政府就不得不考虑到 我是放任 单单烟草行业 这个行业蓬勃大发展 让它毒害我全社会的劳动力 导致我社会最终衰败 还是说控制一个行业 以便让其他行业 都能够源源不断的 有健康的工人去使用 持续不断的去创造财富 这个选择就很明显了 是不是 但是这个故事 好玩的是在哪呢 就是到底为啥会成瘾 这个我不会吸烟 不知道 其实我听到的一个误解是啥呢 为什么会吸烟 它成瘾是成瘾在哪呢 就是 除了尼古丁稍微的刺激之外 吸烟的时候实际上是让烟窝 进入你的肺部 让肺呢 不会那么轻易的吸收到 这个叫氧气 说穿就是制造一种可控制的窒息感 那每当你不吸烟的时候 吸到一口新鲜的空气 那种舒畅感会瞬间 让你非常非常愉悦 也就是说 吸烟不是为了吸它的香烟的 那个叫烟雾 而是制造可控的烟雾 让你在平时城市里头 已经很污秽的这个空气当中呢 去制造是一个更加污秽的窒息的环境 从而让你突然之间对普通的空气 污染的空气 也产生一种清朗的清爽的感觉 这是你真正上映的地方 是不是这样的 我就不知道了 也会吸烟的 可以给我们形容一下 以上 以上 我是大妈 祝大家生生不息 繁荣长盛 我们来说 我去看看 那是不会有充满的